AI鼠标 AI键盘 AI手机壳 充电宝吹风机 AI抽油烟机 都管自己叫AI 但是就说这个AI马桶 是要看屎算命吗 说到您今天的屎啦 您今天的运势是 桃花 实际上这些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产品 要么是 Absolutely Irrelevant 要么是 哎呀 没啥用 而且他们也知道 AI就只是一个噱头 但就是忍不住 纷纷往上听 Sell me this pen So is AIB 除了招人烦 这些宣传话术 造成的误解和误导 才是更麻烦的 就像我们都知道的 PUA 经常和Gaslighting混淆 然后又有了 CPU ICU UFO 词语的通货膨胀 虽说不会造成什么 真正的危害 但很明显 让一个概念 越来越让人迷惑 不过 可能已经太迟了 我们原本对于 AI人工智能的定义 已经被篡改了 在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以为的AI是什么 机械功底里那种人工生命 一开始拥有绝对的理性 最终甚至学会了情感 但不知不觉间 AlphaGo DeepFake 到现在的ChatGPT 生成视频的Sora 做图的Mid Journey 写歌的Suno 各种模型都被搅在一起 都被叫成了 人工智能 绝对的理性 哈 GPT连中考数学选择题可都做不对 比如这道很简单的角度题 这个角BOD 怎么看意不可能是60度啊 而且仔细看给出的理由 真的是满嘴跑火车 再比如这道 GPT说A和D都对 但是大哥这可是一道单选题啊 这道题不难的 屏幕前的小朋友 请问答案是哪一个呢 其实这些模型被叫做AI 确实可能有点夸大了 更合适的名字是叫做 弱人工智能 我们原本记忆里的AI 则被挤走改名 改叫AGI 通用人工智能 至少要等到 但即使知道这些道理 脑子还是很难绕过弯来 因为这些AI身上 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比如为什么这些AI 明明搞不懂很基本的逻辑 但又能写很通顺的论断 为什么能画非常漂亮的头和风景 却画不好手 为什么苹果的Apple Intelligence 那么糟 但美国媒体又对它的评价很高 现在的AI到底是菜的抠脚帮上忙 还是要让所有人事业非常可怕 首先我们得先弄懂 2022年开始大流行的生成式AI 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我们先回答画手的问题 我其实说谎了 AI现在可擅长画手了 任何一个需要手出现的图片 Mid Journey都能生成一个 合理写实又健康的手 但是现在AI画手 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 帮我画一个有四根手指的人类手 再画一个三根手指的人类手 Mid Journey拒绝给我画不正常的手 我不知道Mid Journey 是不是之前看了太多的 好看的常规的手了 我已经忘记之前那种根树乱飞的面条手长什么样了 而且就在我尝试把Mid Journey加入我视频制作的流程的时候 我发现更多让人恼火的事情 比如我想要一个简洁的GPU的图标 ROG的logo倒是挺多的 但是没有一个是GPU啊 再来一个表示中国人的简洁的设计 好吧 这个中国人日常是konnichiwa 您竟然上 上街一含六茶壶啊 最后我想让Mid Journey帮我生成一个山猫图案 这个山猫图案它需要一个眼睛是星星 一个眼睛是一把剑 我最近对这种大猫比较感兴趣 其实生成的很多版本都设计挺好的 挺传神有趣的 但是我真的试了非常非常多次 没有办法让它一个眼睛是星星 另外一个眼睛是一把剑 很简单 很明确 但是AI就是画不出来 为什么AI能画好非常精确的人类面部和手 却画不了一个简洁的一只眼睛是星星 另外一只眼睛是剑的单色山猫图案呢 因为它不理解 觉得这样不合理 这种组合在它学习过的资料里是非常少见的 所以拒绝组合 但是对于艺术创作来说 最让人兴奋的 恰好就是之前从未见过的想法 更不用说全新的风格和流派 AI是生理上做不到的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刚刚击败GPT4O称王的Cloud 3.5 Cloud和GPT非常像 是一个博学多才能跟人进行各种对话 回答各种问题的大语言模型 最新的更新 除了提升Cloud的速度和准确度 还给它新增了一个窗口 让Cloud可以一边生成代码 同时就在旁边的窗口里 直接把代码的结果显示出来 不论是小游戏 流程图 还是一个网站 我们来尝试用它写一个招聘网页的模板 分成两列 左边是岗位类别 分为实习和全职 右边是不同岗位 每个岗位有大标题 新资和对应的描述 再美化的更现代一点 左列的实习岗位和全职岗位 设计成药丸形状的按钮 除此之外 左边的分列对应右边的两个页面 实习岗位和全职岗位要分开 点击左列按钮后才显示 我真的太爱看AI写代码了 好爽 如果后悔了 还可以让它改回去 按钮都不能按了 这个点开又变成空白了 我去全都没了 接着我又和Cloud来回沟通了十来次 又推翻滚回 也有因为Cloud的抽风导致的完全重做 最终结果就是这样 招屏类别显示在左边 鼠标停留 可以让这些模块产生一些小动画 台板也很清爽 几乎可我想象的 一模一样 零基础 完全的自然语言沟通 整个过程也就花了不到半个小时 我觉得是非常可行的 这个过程就跟我之前用ChatGPT 去做PSP那个视频也是一样的 那么同样是这个项目 如果我去找一个兼职的程序员 帮我去做的话 那么它要价多少 又要花多长时间呢 我把这个页面发给了一位 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前端大神 按照他的说法 目前Cloud表现出来的水平是 勉强能沟通的初级麻农 不考虑项目启动成本的话 报价在500到1000元一天 一天做完 他也说 这个就比较爆炎了 AI取代至少一半的界面程序员 是指日可待的事 他给出的理由是 程序员的工作整体缺乏创造性 最佳实践基本已经被穷尽了 类似的还挺多的 这些工作的共性是 重复性很高 创新需求低 也不需要和其他人类互动 也就是说 现在的AI是一个能理解自然语言 并且能执行一个专业领域的初级工作的廉价数字工具 自然而然的原地取代了能理解自然语言 并且能执行一个专业领域的初级工作的人类 AI开始有点黑暗了 打住打住 不要自己吓自己 即便是上面这些最基础的工作 目前AI还是很难独立完成的 还是需要人类去监工 我呢读到过一篇报道 一个人用AI写科幻小说 写了97本 总共赚了2000美元 听起来挺多 但实际算一下它的时薪 生成一本需要7个小时 97本 时薪就是2.95美元 美国法定要求最低时薪是7.25美元 想这种AI作品赚钱 还不如直接去端盘子 而且AI也不都是奔着人类的饭碗汹涌而来的 也有想为普通人提供服务的新型AI 最后代表性的就是苹果6月公布的Apple Intelligence 和微软5月公布的Copilot Plus 它们的职责更贴近我们原本对人工智能的幻想 钢铁侠的Jarvis 士官长的Cortana 掘曲林的Berry 您好 主人 Apple Intelligence一共有三个部分 图像模型 文本模型和Siri 前两个部分主要是PP图 生成奇怪的卡通图 调整语气什么的 都很常规 唯一值得说的就是这些模型都是本地运行 但是Siri就有趣了 大家还记得2011年 Siri在iPhone4s刚登场的时候 所承诺的 只不过在过去的13年里 Siri一直都是 午餐肉我晚上可以吃吗 我在网上找到了这个结果 现在因为大语言模型的发展 Siri可能终于要兑现承诺了 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了解你 能听懂你的话 并且能替你去执行很多指令的智能个人助力 升级后的Siri首先接收到我们的指令 她现在可以听懂这支呜呜或者自我修正的语言 之后她会先判断这是一个什么样复杂程度的问题 如果比较简单 她就会在本机上运行 稍微复杂一点的会送到苹果新建立的服务器上 最后如果服务器处理不了 比如一些更宽泛的生成问题 菜谱什么的 她会询问你是否要问GPT 说实话 GPT作为一个单独的APP存在 我觉得就够了 Siri就算不介入 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真正让Siri支愣起来了 恰恰是前面她处理不宽泛问题的时候 作为一个助理 肯定要非常了解你个人才算称职 新Siri会有一个语意所引 让它可以从你所有的APP 邮件日历短信照片 从里面提取和你的指令相关的信息 然后Siri会通过应用意图替你在APP里执行你需要的操作 同时了解你和替你执行才是合格的助理 微软其实也在新的Windows电脑里加入了类似的功能 其名叫Copilot plus Recall 只不过说辞和苹果的不太一样 微软说Recall就是 截图 Windows每5秒就会对着你的电脑屏幕进行一次截图 然后永远保存 这样你就可以问Copilot 我上个星期和哪个帅哥吃的饭是在哪来着 他就可以回答你给你调出来 只不过因为真截图这个事情实在是太瘆人了 根本没有人放心 反响恶劣 现在微软已经Recall了这个Recall功能 很明显大家对Siri去查自己的聊天记录 并没有那么不放心 一半是因为苹果在隐私上的名声 另一半是苹果真的在发布会上 花了半个小时讲他们的服务器架构 就是为了让大家放心 这里其实有一个两难困境 一方面我们都希望自动助手能非常了解我们的全部习惯和喜好 这样他才能够更好地替我做事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不希望他真的知道那么多 因为我们会担心他会背叛我们 泄露隐私信息 目前看苹果是唯一有机会把这事办成的 你的iPhone和Mac里有你的大部分信息 而他们的服务器有非常隐私安全 Google Google肯定把你裤衩都卖了 当然以上这些都是没有考虑云上贵舟的情况的 总结一下生成是AI让生成图片视频文本或者音乐变得更加容易 那真正从事这些行业的职业艺术家就更需要重新重视创作的复杂性和原创性去推动创作的边界 而且艺术并不会因为工具而死亡 因为艺术表达原本就是自发的 并不会因为其他作品的存在而失去意义 比如我有一个up主朋友 他就是希望将来可以用AI去做一部电影来讲述他想象的故事 当然AI这个工具的诞生路上血腥味还是真是挺重的 除了恼人的虚假宣传和助长的大量诈骗 最能从AI里获益的大概轮不到普通人 反而是大公司用AI去代替原本普通人在做的事情 这是什么朋友们 这是赛博朋克呀 再加上这些AI公司训练数据的获得渠道 几乎99.99%是不合法也不道德的 都是在和监管赛跑 在立法追上之前尽可能先薅个几年 所以AI身上背的道德债还挺重的呢 不过好在被薅的其实也是其他大公司 他们也不是吃素的 索尼 环球和华纳都开始起诉一些AI公司 获取训练数据的途径违反版权法 OpenAI的创始人离开OpenAI去创办的公司 恰好是一个AI监管智能公司 所以我们还是有希望能够见到一个途径合法 接受监管的AI未来出现的 不过在那之前 今年选的热门AI专业的同学可要小心咯 4年之后 AGI都要面试了 好 如果这期视频有帮助到你的话 不要忘记留下三连咯 最后看到结尾的大家 欢迎来欣赏一下 美国玩具反抖城的世界第一个 一炮屋的全AI广告短片 You ever wonder how Toys R Us and Jeffrey the Giraffe came to be? The son of a bike shop owner, Charles Lazarus, had a vision that would go on to change toy stores forever The greatest toy store there is I don't want to grow up Cause maybe if I did I wouldn't be a Toys R Us The人 by going to go on to change toy stor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